孙海桥是信义乡原住民想要回去老旧部落的寻根重要桥梁 但先前遭天灾冲毁 因为孙海桥自民国93年起就禁止重建 因此信义乡的布农族人 想要返回日治时期前进的老部落 只能冒险渡西 从93年之后 我们这个孙海吊桥被冲毁之后 因为国家的禁令 就禁止在建设桥 或者是那个变桥之类 所以听说 这个法令好像三年前已经解除了 那我们想说 因应我们当地的原住民部落的需求 我们的主居地 我们的祖先都在那边 我们常常要做一些文化教育 让我们的小孩子能够传承这些文化 还有我们主居地的所在地 让他们知道 也能够了解我们布农族的文化 县远全文才指出 寻根是带领小朋友 重回老旧部落所在地 相当具有教育以及传承的意义 部落居民的声音是希望能够 有条安全的桥梁能够通过 盼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地方声音 在这里我们是一直希望 部落的人一直希望说 是不是如果水泥桥 或者是那个钢型桥不能建设的话 我们想说弄一个吊桥 让我们的人员 让我们的部落的居民 能够有进出安全的一个桥可以做 因为虽然说现在的 这个地方说没有什么桥 那都是走西底 相当的危险 有时候我们要带我们的小孩子们 要去山上寻根 那走路的话是还好可以走 如果没有脚还要涉水 真的是相当危险 全文才议员表示 在经过两次会刊后都没有下文 盼相关单位能够了解问题的重要性 不要互踢皮球 今年已经两次的会刊了 第二次的会刊了 上面的各个单位的 好像对这个 我们是感觉到很 有一点心会意冷 因为大家好像有感觉在互踢皮球 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要做 那当然我是希望说 我们上级单位中央的部分 能够重视我们 这个地区的 我们研究民的一个心声 能够让这个案子 能够顺利的通过来建设 孙海桥重建之路 还有漫长的路需要努力 目的是希望公所提报地方 创生计划来争取 全文才议员也呼吁中央单位 能够重视地方声音 协助地方重建孙海桥 让部落居民有条安全的路 可以行走 米新闻 邱平毅 信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